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好第一个店你才正式加盟 申请的条件基本上是三个 一个是你个人的质量 叫做personal quality 个人的质量 你是不是忠厚努力 他要诚恳很重要的 忠厚努力 成钱的能力 你不能钱就花掉 他就不喜欢你了 你要能够赚存 第三个就是 你要不要很多经费 一般现在经费大概平衡起来是吧 600,000 to a million dollars 你自己的钱 这个他就可以 假然他你就可以参加 但是他一定要经过训练完了 才可以做这个事情 OK 在这个管理的时候 altrition的时候 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把你的店管得很好 怎么管得好呢 很简单 就是客人要特别特别高兴 特别满意 特别满意要超过 因为你要跟他竞争竞赛 所以客人就是你的 你的这个云业量 云业量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这个 盈利 盈利就是你的成功 所以这是一套的上去 怎么样可以客人特别满意 一般我们都要做三个事情 第一个 把你这个 fiscal condition 就是你在 你这个 这个院子 房屋 还有里面装潢 这个里面设备 都要经常保持 很清洁漂亮 而且要现代化 不可以十年以后 还是一样的东西 要新 要forever一样 所以客人 客人到里面去 开车上来之前 这个塞呢 其实都很干净 清清楚楚 漂亮 他会感觉到 你是很关心他 很要照顾他 所以你吃这个 hamburgers 吃起来特别好吃 因为你觉得 你觉得很重要 因为你很高兴 是吧 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 第二个事情就是 你把这个 这个核子地方 照顾这么好 管理人员最重要 他可以帮助你管这么好 而且帮助你这个 客人照顾客人 好 所以你下面的管理人员 服务人员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要特别训练 特别照顾他们 怎么办呢 你要把这个 你的环境 你的environment and culture 就是文化 还有环境 要做得很好 要做得特别是 好人 能够让人喜欢来 喜欢留下来 不好 不能够让人 就喜欢走掉 这样你就好了 你的环境 一定要这样做出来 这样做出来的话 你的 你的 你的这个 employee 就好的employee 就留在这里 就坏的不会来的 就你要 你要自己 改变这个环境 改变这个 culture 那个文化 对不起 有些地方 我讲的不好 第三个就是 要建立很好的关系 刚刚这个 这位先生 张先生讲 他一直不能给你 讲数字 因为 他说你的关系 relationship 是很重要的 你relationship 不但给你的客人 你的员工 而且给你这个 community 就是社区 还有政府 还有给 麦当劳的 总公司 因为我们是 帮他做事 等于是 虽然是 是 独立的 但是还是 只能听他指挥的 大员 在上 另外一个就是 所有的 支持你的人 像 Wolf Fargo 你的关系 做得好 他信任你 所以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就下面讲到 你怎么 a grow business and build wealth 怎么来建立 自己的财富 增长 你的事业 增长事业 就是你第一个 把一个店 做好 变成你的model 你的 做做那个 样 怎么叫 model 模型 做个模型 是吧 你第一个 做模型 做好了 你心里就有 就有 这个 信心了 而且呢 别人 就很 你的credibility 那个trust 那个 就开始建立起来 别人相信你了 别人相信你 很重要 因为你的成功 不是你一个人 做出来的 你只是开步 你的成功 完全靠别人 完全靠别人 因为你对别人 有好处 他就喜欢你去做 这个政府 这个民间 这个厂商 这个银行 这个 麦当劳 都喜欢你做 因为你去帮他做事嘛 做得好嘛 他喜欢 对他们 他们有利吧 你做这么好 因为他们有利 你也有利 所以他们都愿意去做 这样的话 你就在这个 借钱呢 麦当劳要给你店呢 别人要卖店呢 也卖给你 这个 所以 你们这个时候 叫reinvest 叫做 重新投资 你赚的钱 轻易购赚的钱 不要拿去买汽车 买飞机 买船 去打麻将 去游游 什么的 是吧 你要把他摆回去 摆回去给这个 你的员工 你的这个房屋 还有摆回去 帮助这个客人更满意 你要摆回去 这是你投资的时候 建立的时候 还没到你成熟的时候呢 这时候也要照样做 就是了 所以你要 去买店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店都是差不多 在湾区的店是全美国大概最贵的店 你要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这里关系 湾区变得这么好 大家都要来 OK 一般的 我们都差不多 一个店是200万平均权 有300 有150 第一个加盟店的话 你要出40%的 这个down payment 你刚刚讲他问题 你可以借多少钱 他不能告诉你 但是这是对的 因为他不同的加盟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个人背景都不一样 这变动很厉害的 那个多少年 然后看你的背景 那什么加起来 多少利息 也是不一样的 都通通不一样的 你的risk 就是你的高的话 他就给你很高 你的risk很弱的话 就很低 就看你的整个这个package 来决定你的 给你多少年 百分之几 多少利息 这三个 他来决定 你的个人的这个package 多少 OK 你的多少年 多少百分之几率 百分之几 还有这个 多少借贴零 都是这样 在卖dollar有比较标准一点 因为大家都很 几十年都很有幸运 所以我们比较标准 在经济上的话 第一个在标准上面就是 你可以 比如说我去买四个店 四个店是800万 比如说 OK 那假如一般我 第一个店的话 你要买四十 所以两百万的话 你要出八十万 其他一百二十万 银行会借给你的 你买大陆有特别的银行的 跟Warsfago有特别的program Chess有特别program 对特别program 我们的program 跟其他不一样的 现在的话 今天的情况的话 比如说我们要fix rate 我们七年的话 四点八 四点七 fixed variable rate 2.8 2.7 今天 这是我们的rate 但是你们其他人也不一样 我们是很低的 我们比prime rate稍微低一些 而且不要申请费 什么费都不要的 我们可以借 你再买第二个店的话 你可以借75% 但是假如你做得很好很好 像我做得这么好 全国一二名的话 我有十年里面 我可以借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十一 百分之十一 一百一十 一百四是买店的钱 那个百分之十是拿来支持 前几个月 有些费用 这个是中间好的费用加起来 所以他就借我一百 百分之一百一十 或者不要出一毛钱 那别人常常说 CC你这个 MDL 你的return 你说赚多少钱 我说不能算的 感觉没有出钱 当然是 所以说这是特别情况 现在MDL不准我们 借百分之百 因为现在经济不好 大家的竞争力太强 最后我就可以 讲到关于这个 假如你对 这个美国的这个 加盟店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世界小的 或者中的大都可以 都不要怕嘛 因为加盟店 有些很多坏处 也有很多好处 它的坏处呢 就是 它的好处呢 就是第一个 你不要花很多钱 自己去开始 它那边 那个总公司 已经做很多工作 帮你 这个 这个Marketing 你知道 它那个店开在哪里 它知道 要赚多少钱 都很清楚 二十个里面 有一个错的 但是多半都是对的 你运气不好 你倒霉就是 没关系 你还可以起来嘛 无所谓的 做生意并不一定要 每次都赚的 你知道这80% 你赚就是很了不起 你加钱就赚得很厉害嘛 但是呢 所以在这个 在你家加盟的话 它的坏处就是 公司要管你 第一个 第二个 它要抽红 它红 你赚的钱 是你给政府交税以外 给麦当劳交完了 剩下 还有这个supplier 给他钱以外 剩下才是你的 你是最后一个人 没有了就没有了 你欠的就是欠了 所以说 这是不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的话 是它帮你设计 它帮你建立 这个Market 建立这个 这个网络 它用名气 它帮你设备 它帮你做设备 它给你训练你 但你自己要去做 它给你 你要去做 你要去自己建立起来 要自己去受训 自己保养 这是自己的 它只说有个系统 教你 支持你而已 它是不帮你做的 反而经济责任 是百分之百你的 你不能靠它 OK 这是好处的话 就是这方面 你可以开始快一些 然后这个费用不是那么高 坏处就是 还有一个坏处 军事实在是 在这个 Borker King就没有这个坏处 Madella就是这个坏处 Madella owned the land owned the box 你出钱 to finish equipment outside parking 所以等于一半一半 但是你这样 你这个real estate赚的钱 就不是你的 是它的 你帮它建立 这个real estate value 是它的 所以这些有好坏 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最后来我就讲说 你假如是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申请 我是觉得你不要怕 到美国上还是最好的 很好的美国的机会 到现在还是最好的 世界上 你要去试试看 你要继续 你要继续 要努力 要不断地学习 学习是要改变 而且你很 persistent 你眼睛里面 脑筋里面就想到 成功的pictures 这个照片 这个想法 不要想你有困难 有失败的 你就是一直去做 就focused 你一定会成功的 一次不成功 两次会成功 三次会成功 OK 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 讨论 我们可以 讨论 我们可以 讨论